金剑西每到华盛顿 开启七天午夜访美行程 一张东方面孔闪耀欧洲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表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见到妻子金剑西 虽然韩国第一夫人已经50岁 但却被丈夫宠成小公主 幸福的人生令人羡慕不已 在自己51岁的时候 尹锡悦才跟金剑西步入婚姻的殿堂 之前尹锡悦一直都觉得自己老了 但是邂逅了金剑西之后 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期待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尹锡悦夫妇开启了七天的访美行程 立刻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金剑西一席冰蓝色风衣出镜 将女性柔美的一面展现出来 绝对是韩国最美元首夫人 目前金剑西是艺术展览公司的经营者 跟尹锡悦结婚多年 却一直没有孩子 每次外访的时候 尹锡悦夫妇总是手牵手绣恩爱 让我们看到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金剑西的穿搭可谓是一绝 任何造型都能轻松驾驭 果然是十足的衣服架子 访问美国期间 50岁的金剑西信心满满 相信会为我们奉献更多经典造型 韩国第一夫人是妥妥的七零后 已经是妥妥的奶奶背 但是从脸上根本看不出 这款蓝色的风衣剪菜独特 既剪铃又优雅 简直是为金剑西量身定做的 看来此次造型花费了不少心思 金剑西原来走优雅路线 现在却爱上了学院风 不少读者纷纷感慨 韩国第一夫人一点都不显老 甚至像集了大学笑话 从细节方面也能看出 尹熙岳夫妇很安爱 下专机的时候 全程手坚守 就算已经结婚十多年 韩国总统夫妇还是这么甜蜜 小编不禁想问婚姻保鲜的秘诀是什么 韩国第一夫人端庄优雅 全程都保持着淡淡的微笑 让我们看到元首夫人的最佳状态 小朋友们献花的时候 韩国第一夫人也90度弯腰 礼貌的样子得到众人的好评 金剑西是十足的东方面孔 但是五官立体身材纤细 即使放在欧洲白人当中 韩国第一夫人也格外出彩 此次访问华盛顿期间 金剑西准备了多套礼服 各位读者又能够大饱眼福了 尹熙岳夫妇通过京基岛城南市首尔机场出国 开启七天的防媒旅程 韩国总统夫妇即使没有孩子 但是感情依旧很不错 看来他们才是妥妥的灵魂伴侣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金剑西夫妇养了六只狗和五只猫 大部分都是收养的流浪动物 韩国第一夫人真是人美心善 除了照顾这些毛孩子外 还要替丈夫出席慈善公务 不得不感慨金剑西真是不老女神 保养的简直没话说 简直360度无死角 看来爱情才是最好的保养品 金剑西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 还被总统丈夫宠上天 难怪人到晚年依旧这么惊艳 自从当上韩国第一夫人之后 金剑西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甚至数次被推上风头浪尖 但是他不光没有退缩 反倒用更饱满的态度对待生活 连轴转出席各种慈善公务 每次尹锡悦总统外访的时候 金剑西都跟在身边 即使是老夫老妻 还能做到秘里调游 在镜头面前公开秀恩爱 让广大读者再次相信爱情 2 1 9 8 2 2 感谢观看